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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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章心 前天咱们做不忘 昨天做丝瓜 大家有看到上面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太太 其实她是我老婆的望眠之交 今天做的是第三样 东西也是她送的 因为她是一个非常道地的客家人 所以我们今天也用这道食材 来做个客家菜 老婆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 韭菜炒鸭肠 也有人说是鸭肠炒韭菜 不过都可以 它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客家菜 我们吃过几次觉得特别特别好吃 我们今天想来重现一下 这道鸭肠炒韭菜 或者是韭菜炒鸭肠 好嘞老婆那我问你 韭菜的原产地在哪里 不晓得 因为这已经是七八个月前讲过的了 韭菜的原产地在中国 在山西的西南边 或者是北边蒙古大草原一带 根据考究三千多年前 周礼和诗经里面 就已经有提到过韭菜了 可是老婆韭菜这个名字 是从哪里来的呢 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没有 嘿 其实他是刘秀 汉朝的皇帝 刘秀和王莽在打仗的时候 刘秀兵败 兵败之后就一路逃窜 又饥又饿的时候 看到路边有一个茅草屋 他就跑去敲门了 想要讨口饭吃 讨口水喝 敲了门出来一位 夏姓的老汉 叫夏老汉 他一看这个人 相貌堂堂 气宇非凡 赶快把家里面最好的东西都端出来 可惜他就是住茅草屋 家族市民 拿了什么好东西呢 就端了一个水给他喝 跑到院子去 那个什么 割了野草 炒一炒 就给这个刘秀充饥了 刘秀一吃 哇 这是什么东西 咱们一辈子都没吃过 皇宫里面也没有这么好吃的青菜啊 连续跟他要了三次 吃完就问这个夏老汉的住址和姓名 他只知道他姓夏 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叫什么名字 古时候 中国几乎都是文盲不四字的 问了之后 也就问了 这个菜的名字叫做什么菜 夏老汉说 不知道 他就是野菜 我们这个地方啊 大家都是把它搁来吃的 也可以拌着面粉 做成那个煎饼 但是什么菜 什么名字 不知道 刘秀这个时候 就只记得这个地名 其他通通不知道 跑路了 有一天他终于 打败了王莽 变成皇帝之后 他就想到了这道菜 他想这个菜没名字 咱们就给他起个名字吧 他就想起什么名字呢 因为这个菜救过他的命 所以就叫他什么 救命的菜 简称旧菜 嘿 旧菜旧菜 不吉祥吗 对不对 回到皇宫之后 就在皇宫前面 种了一大片 然后每天搁着吃 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好吃 寓衣也就把它拿来研究一下 结果发现它有特殊的功效 它可以预防感冒 清热解毒 还有起羊的效果 所以我们常常说 韭菜是起羊草 因为它里面含有心嘛 含有心 对男人就是有特殊的功效 后来这个淤衣就 跟那个刘秀上报了 说旧菜这个名字可能不太吉祥 把他们改一个字吧 就把它改成韭菜的韭 嘿 这个就是韭菜这个名字的一个传说 特别特别的好玩啊 那韭菜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呢 韭菜有三多 第一个我们讲 它心含量特别高 对不对 所以有起羊的作用 所以又叫起羊草 第二个讲的是硫特别多 有含硫化合物 我们前几天讲过几个含硫化合物高的 一个是大蒜一个是洋葱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葱 还有一个就是韭菜 你看含硫化合物高的韭心就多 所以味道不好 容易让人情绪起波动 韭心多 就容易让人怎么样 情欲勃发 所以这几个通通被称之为什么 五星都把它当成荤菜 同样的也是一样 韭菜含硫化合物高 含硫化合物高就有杀菌的功效 所以第二个功能韭菜就在这里咯 韭菜还有第三个功效 大家吃的时候会不会塞牙缝 容易有渣渣 所以它的植物纤维特别多 所以它又叫做清肠草 因为它容易把肠子里面堆积的宿便 通通清掉 所以吃韭菜就有这三大功效 而这韭菜哪里来的老婆 就是你的忘年之交阿妹妹送我们的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韭菜 为了这个韭菜啊 老婆特地到市场上去买了鸭肠 今天就来做这个韭菜炒鸭肠 再问一下 老婆一只鸭子的肠子 你觉得它有多长 应该没有很长吧 它叫鸭肠 你猜有多长 50公分 错 再猜一遍 100 错 75 没有 鸭子的长度 这个肠子的长度 大概是1.8米到2米之间 这么长 所以古时候的算法来说 30公分为1尺嘛 它大概就是有7尺长 所以我们常常在做7尺鸭肠 7尺鸭肠 讲的就是鸭的肠子的长度 在四川一带特别喜欢吃鸭肠 哪来做的吗 烫四川火锅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 对今天的鸭肠 一样我们用这几个方式啊 它有四大品尝的要点 第一个叫做新鲜 第二个干净 第三脆嫩 第四化渣 什么叫新鲜 鸭肠不新鲜 不好吃会有腥味 第二个不洗干净 也会有特别的味道 那就吃不下去了 第三炒啊不能炒过头 一定要炒的够脆 够嫩才行 第四个叫化渣 老婆什么叫化渣 吃了不能有渣渣 一定要把它摇摇摇 然后吞下去 这四个如果做到了 那这个鸭肠就是不耳棒 好嘞 今天韭菜介绍了 鸭肠介绍 废话不多说 老婆时间交给你 孙 哈喽大家好 孙玉璐姐 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用到的食材 当然第一个我们要用到的就是韭菜 韭菜 韭菜 我们先来切韭菜 韭菜 我切的比较短一些些 因为韭菜它刚才有讲它的纤维比较长 你看我就是切这样短短的而已 太长的话就是很容易塞压缝 先把这个韭菜 所以韭菜一定要吃嫩的 对 它真的是他们自己种的 所以超嫩 好 接着这个蒜头 就把它拍一拍 对 我做这道菜 学这道菜的时候 一样是我客家餐厅的老板 那个老板娘教我的 他们炒这个啊 他有说就是像那个 带我们吃过姜丝大肠 有 对 这个跟炒姜丝大肠一样 就是有一些那个小细节要注意 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讲 这个辣椒 可是胃型不一样 对胃型不一样 然后这个肠子 肠子我这一次买的啊 其实它是烫好的 如果大家买到的是生的 生的肠子的话 你回来洗啊 其实很多网路上面都教人家 就是用面粉啊 什么白醋啊 反正就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让它一直搓搓搓搓搓搓 其实洗这个肠子 跟洗那个猪肚一样 最快最快的方法就是 把它放在那个滚水里面 就是把肠子剪开 然后放在滚水里头 烫一下就好了 它那些黏黏的东西就很干净了 烫完再来洗是不是 对对 就烫完以后 就很容易把它刮掉了 对 然后它那个黏液就没了 洗珠度也是一样 然后我有出过一个洗珠度的影片 大家星期可以去看玉露小学堂 就是教大家怎么洗珠度 洗珠度最快的方法 那其实压肠 我们会把影片连结贴在最后面 压肠的处理其实也是一样 大家真的不用在那边一直 我觉得那个洗 炉啊搓啊 对很恶心啊 搓完大家也不想吃 这肠子 汆烫也是哦 你就是烫手 滚了就要拿起来 那时候我们在 不然就化不了渣了 吃完全是渣 吞不下去 那时候刚 就是在学这个菜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说 肠子啊 这些像僵尸大肠 这些好像都很轮 是不是要煮久一点会烂掉 对就是觉得好像应该要煮久一点 然后把它煮到软烂 才咬得动 就恰恰相反 那时候我们老师就一直跟我们强调说 哎 要注意注意 你们就是 所有的料一定都要弄好 然后 嘗子一下去 一炒就要趕快起来 然后我觉得 哇 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重点 我在那个四川吃那个麻辣汤啊 是那个重庆火锅的时候啊 其实它的鸭肠是现掏出来的 真的 就鸭子杀了就把它掏出来 是哦 嗯 一个小时之内就要吃掉 然后新鲜的洗完 嗯 立刻拿上来 然后那个老板也跟我们说 七上八下 嗯 就是不能太多 烫一下就要吃了 对 那才会爽脆 脆嫩 对 不然就老了 就是这样 对对对 七上八下 就走了 那我们这个鸭肠啊 就略切 好 我们现在就上锅 GO 现在锅子热了 我加一些油进来 嗯 这就真的是一个 快炒 快炒 好 油热了 胡椒 蒜 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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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接着呢 上 上油 这是调味料挺小 哦 调味料挺小 因为它不能烫太久 对 哦 酸酸味出来了 好 然后混起来了 一点点酒匹精 然后再来 一点点的盐叉 咱俩甜味不够 调味都先给它调好 对 点的肠老 咱俩甜味 味精 味精 然后胡椒粉 胡椒粉 胡椒粉 好像客家菜也是一定要胡椒粉 对啊对啊对啊 交配交配 好 进来了对不对 对 走开 开会炸火 快炒 然后 这个腰肠进来 嗯 嗯 好 家里的火有多大就开多大 就用最快的速度 把它炒 断生就可以了 嗯 看起来不错 对 哦 两三下 好嘞 关火了哦 不然这个韭菜会变很难看 会整个软趴趴的 对 那我们上桌 Go 哇漂亮漂亮 很有食欲的 对 加一盘多少钱啊 加一加茶 不晓得 我买这些很便宜耶 才50块 然后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 去买人家烫好的 你不要自己回来洗 真的太麻烦太累了 50块这么大盘 对 就这么大盘 给它划酸 对对对 哇 你看多漂亮 红的红红绿的绿 红配绿是狗臭屁 你咱们闻闻看 哇好香哦 嗯 韭菜跟辣椒的味道 立刻扑鼻而来 而且那个爆炒 跟快炒路边摊的感觉啊 突然就涌上心头 漂漂亮亮 轻轻松松 就一道菜跑出来 这家菜啊 咱们一定要先来尝一尝 这个肠子 感觉怎么样 脆的 听得到 嗯 非常脆 嗯 而且没有任何的异味 可见这个肠子 处理得非常非常干净 嗯 好吃耶 所以我说要买人家处理好的 真的自己回来 弄完就已经不想吃了 而且我这个牙口不好的人 还能咬得动 对 而且真的还蛮好吃 咱们再来配点韭菜尝尝看 就是一定要注意时间 火候的控制 好 肠子 好吃耶 韭菜配下去 跟肠子在一起 那个味道又不一样 它把肠子的味道 稍微压下去一点 韭菜的味道凸显起来 吃起来更显的爽脆 而且带有一点清新的感觉 嗯 吃喝下菜就是不能这样吃 一定要配白饭 咱们再加一块辣椒尝尝看 这也可以搭下酒菜 配上辣椒 超香无比啊 有没有这个留下来 今天晚上我们喝酒就靠这道菜了 怎么样 可以啊 这道 好吃 成本才50块而已 各位好朋友 这道菜我相信只有在客家庄 或客家餐厅里面才点得到 但做起来其实非常容易和简单 有机会 回家自己 买来做看看 我相信一定会喜欢上它 张心漫谈 要跟各位分享的就到这个地方 各位好朋友咱们下回见 拜拜